水晶吊登 圓形大餐桌 裝潢超奢華 豪宅文化院最新月租 要價55萬 要小資族 幾個月薪水呢 哇 這超十年多吧 現在22K的東西 這個薪水哪有那麼快啊 轉世投胎比較有機會了 讓民眾大太人砍掉重練 可能比較快是真的 算一算豪宅租金 押金管理費在自備家電 加起來大約145萬元 25K新鮮人不吃不喝 58個月才能租一個月豪宅 55萬是用租的話 就會想要直接用買的 55萬也太多了 就是負擔不起 就是要靠爸媽媽 只能回家靠爸媽 但有錢人的世界真的不一樣 因為一看統計 租金20萬以上的豪宅物件 逐年增加 從2016年的23件 到今年1到7月 就已經有27件 整個豪宅的投胞力 以租金投胞來看的話 一般只有1.5到1.8 不到2以上 所以來看的話 豪宅出租並不是一個趨勢 只是說現在應該是一個權益的措施 北市以外豪宅更是大坪數 台中市最貴豪宅都要15萬 南台灣高雄甚至有屋主號稱 裝潢就要2000萬 開出18萬月租金 裝潢下去了 但我希望能夠 租金夠長穩定 然後市經有買租 租金都會在兩年到三年之間 對豪宅屋主來說 空著不如加減賺 但新鮮小資族 還是只能看看就好 東森財經新聞綜合報導